在頭回來國內 證明方位動員法是應期掛解這期 行政議長丹建林是出民北海 共調不要進行十六歲 學生準戰場跟關閘委託 要求國防部 就要對話 計作水平 民進黨團總統 華建民說修法並沒有時間表 民眾黨立委 庫申法委員會 應該要講完修法 國防部打算修訂 全民方位動員準備法 這個政議所在研修 目前漸漸修法 國民黨有很多 立委 緊張在修法關閘新聞媒體 漸對報道 荒申的對象 都要做統計調查 由於說這樣讓台灣驚向力色恐怖 還要把學生撒向建定 對這件事 行政議長丹建林 找什麼清新酒火山來做 北海採清 絕對沒有要學生上場 也沒有要學生做武器 而且也沒有新聞的潛質的問題 那我也在這裡特別要求國防部 還有各部會對於各界的建議 所以要好好的蒐集 產生了很多的誤會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當然不以現在來進行這個立刻的處理 調查的立委一直都認為 全黨法修法太過頭落策 民進黨國建民 是說國防部對黨團國通來做成五次 應該就要解釋清楚 進行政議院 全黨法 分成準備四季到實施四季 目前實施四季的相關法座不夠 國民黨立委擔議成是規定說 國防部打算透過台條 準備這兩日 改造全民方圍黨原法 這樣來呼呼呢 既然他直接想要透過三料兩個字 就讓他直接變成可以適用在動員 實施階段 這個在法治上絕對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軍管的授權沒有規定平時或暫時 這個就是有偷渡軍方介入管制的一個疑慮 那形同類戒嚴 那到底是戒嚴還是類戒嚴 這個你要講清楚說明白 副省萬人為說 全黨法的修法方向和內容 含民方法 財海風救法都有規範 再來制定全法 這就像兩條過河町是加強的 也有可能讓政府崑北修官 讓軍方的管理 擴充和親近類概念 也讓他說就要減慢修法 西大陸中副省第一立法說 政府應該要調開公聽話 邀請專家學者來做收集意見 記者總和報道 修改善潤 修改善潤